5月18日下午 深村移动79层楼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福田区华强北街道赛格大厦出现不明摇晃 网传视频显示 大楼内的大批民众快速跑步逃离大厦 然而深村应急管理局官方表示 当时并未发生地震 大楼摇晃原因还有待调查 5月17日 浙江台州一辆特斯拉轿车在高架桥 撞上正在现场组织交通事故的两名交警 造成两名交警受伤 其中一名伤势较重 消息立刻登上微博热搜 有大陆网友表示 电体报道的这么多骑特斯拉出事 还没有确定一起是刹车失灵的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舆论场水很深 近日 重启江北区史玛河街道 为了强行在保利香学小区内设置社区办公场所 派出大批黑衣人闯入小区 打伤了数十名老人和孩子 晚间下班回家的业主们 怒而奋起反抗 均立于百名黑衣人展开搏斗 最终将黑衣人全部赶出小区 中国最新人口普查显示 男性比女性多3490万元 地中分布在20到40岁失婚年龄的男性 比女性多1752万元 专家表示 中共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令男女性别比失衡严重 新唐亚海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处赚